妈妈,你好吗? 后腾龙二,文。 五天美慧,图。 普普兰,义。 妈妈,你好。 我很好哦。 母亲节快要到了。 我现在需要给你写封信。 给妈妈写封信表达谢意吧。 老师很得意地想出这个主意, 我只好努力地写。 同桌的永介写了些, 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。 我说不出这种话来。 我说我想说的吧。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你的口头禅。 不管说什么, 你最后总是会加上, 明白了没有? 路上小心,明白了没有? 上课别跟阿湘聊天, 明白了没有? 不要拽永介的头发, 明白了没有? 今天早上在门口你就说了好几遍。 永介和阿湘就在旁边。 我嘴上忙着答应, 心里实在有点难为情。 妈妈, 我已经上小学四年级, 不再是小宝宝了。 你不说明白了没有, 我也明白, 不用担心。 我不会上课聊天, 以前是聊过, 最近没有了。 天天学踢球, 空手道, 还有钢琴和英语, 我太累了。 一进教室我就趴在桌上, 我最近根本没拽过永介的头发。 一个星期前, 我闹着玩, 拉了一下, 谁知过了两天, 她突然剃光了头发。 现在, 我就是有时候摸摸。 所以, 妈妈, 你真的不用担心, 明白了没有? 第二个想说的, 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, 不经我的同意, 请别打扫我的房间。 我不是猪, 是人。 你喜欢房间整整齐齐, 可我习惯乱七八糟。 要是房间里太干净, 太整齐了, 我会有点不自在的。 东西堆得满满的, 房间里很多我的宝贝, 我才会快乐。 去年冬天那件事还记得吗? 你说一句, 简直是垃圾堆, 就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。 真气人呐, 我一个多星期都没理你, 妈妈, 你大概不记得了, 我可记着呢。 那张乱糟糟的画, 是我的恐龙系列, 幼儿园时画的, 那时, 永借他们老广我头上傻沙子, 我躲起来, 一边画, 一边哭。 在画里, 我很厉害, 嘔吼, 嘴里喷出火焰。 那块蓝色的石头, 是阿湘送给我的。 我一年及时爱哭鼻子, 那天被阿湘欺负, 我哭了一整天。 真能哭啊, 这是你的奖品。 说着, 他递给我一块蓝色的石头, 哭还得了奖励。 不过, 从那以后, 我就不怎么哭了。 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, 是去年运动会时穿的, 50米赛跑, 我第一次赢了拥戒, 我恨不得每次跑步, 都穿着那双鞋。 可惜, 后来穿不下了。 那个长颈鹿玩具, 是圣诞老人送的礼物。 那时, 我是个小宝宝, 爸爸也还在家。 我整天咬啊, 啃呀, 他的脖子都快断了, 还发了霉。 难道你不知道, 我特别宝贝他吗? 发霉了, 可以洗一洗, 发霉的年糕削掉了没, 我们不也吃了吗? 干嘛要扔掉呀? 太过分了。 那个满是虫眼的巷子, 是我最不想扔掉的。 二年级那个厉害的班主任, 你记得吧? 忘了带什么东西, 或者回答不出问题, 他马上就发火, 动不动, 罚我们站着听课。 有一次, 我怕被罚躲进了学校后山, 那天, 你过来找我, 连班也没上。 我以为你肯定会骂我, 没想到你没有生气, 一边说着, 晚霞很漂亮啊, 一边和我一起捡巷子。 就是那次捡的巷子啊。 坏妈妈, 旷工了, 坏孩子, 逃课了, 哈哈哈哈。 回家的路上, 你买了根冰棍, 我们俩你一口, 我一口, 轮流吃。 那根小棍, 我也一直好好留着, 这个, 那个, 一下子全没了。 说也没用, 已经找不回来了。 后来, 我又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宝贝, 没那么伤心了。 以后, 你能不能别管我了, 我的房间, 让我自己做主。 啊, 对了妈妈, 你叮叮当当的做饭, 哗啦哗啦的洗衣服, 一边跟我说, 带齐东西没有? 一边蹬蹬蹬踩着高跟鞋, 飞快地上班去。 阿湘崇拜你, 说, 真了不起啊。 不过, 你也别太着急了, 穿着高跟鞋摔跤, 那可不得了。 不好意思, 零花钱快花光了, 我现在是个穷光蛋, 只能送你一朵 康乃鲜, 还有一打洗碗券。 节日快乐, 妈妈。 今天要做的事, 好好好。 谢谢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